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二 我一定要吃饭 国际护士节 今天的美食让您大开眼界 暖心暖胃 一碗家常水蒸蛋 如何包罗四种蛋白质 一道菜呢就难破了 鱼虾蛋奶 护士姐姐的乌骨蜜糊 独家配方大公开 大厨为白衣天使 量身定制大菜 美味背后又藏了什么心意 这时候我们就要给他一些助力 今天我们一起在厨房 解锁护士节的舌尖美味 致敬白衣天使 这都忙活啥 嘿 可不忙啊 你有没有感受到咱们今天回家吃饭的厨房里 你看这个感觉是不是特别的温馨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热水 对 今天呢是5月12日 也是第112个国际护士节 对 你看我今天来的特别早 特意给大家做一个大菜 犒劳一下我们这个非常辛苦的护士们 那今天在这个特殊的节日 我们要请上一位朋友 这位呢也是白衣天使 他呢帮我们分享一下他平时是怎么养护家人 还有病人的 来 那咱们欢迎这位好朋友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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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一出来就特别有那种护士姐姐的感觉 虽然您没有穿白大褂 但是依然是又温柔又温暖 是吧 瞬间就走进了我们的心灵 这样您先做个自我介绍 跟大伙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中日友好医院北区神经科的护士刘薇 刘薇 刘薇一位坚守一线护士岗位 三十余年的职业护士 工作中的她尽心尽职 无微不至 销售护理每一位病人的过程 和他们逐渐康复后的成就感 而生活中她对美食的热爱 也使得她烹饪的美味 让工作和生活变得更有滋有味 她注重菜品的营养搭配 为家人烹饪养护身心的健康大餐 她乐于研究铲嘴小菜 也成为了连接科室同事感情的居家纽带 满食淡来的乐趣 也使得她在护士工作中又多了一份成就感 她是同事们眼中的饲养员大姐 是病人们眼中无微不至的白衣天使 是家人眼中随叫随到的私人护理师 今天她将带着她多年经验来到厨房 分享她独家的健康食养配方 和护士节的舌尖美味 今天讲了我们是第112个国际护士节 所以呢也代表我们节目组 然后呢也代表大厨们 祝咱们所有的护士们节日快乐 感谢感谢 那说到这个过节了嘛 那您今天肯定得带来您的哪首菜 首先呢先卖个关子啊 我这个菜营养上比较丰富 一道菜呢就南阔了鱼虾淡奶 口味呢又很清淡 口感呢还非常的鲜 咱们这个菜的名字叫做什么 跟大伙先透露透露 它叫虾滑水蒸蛋 这道菜我是经常给家里人做的 因为它比较简单 营养又非常丰富 首先我要把这个鱼 鲫鱼煎一下煎出一个鲫鱼汤 要把鲫鱼汤蒸在蛋羹里 这个听着就好鲜 咱们锅热了造油 你看护士姐姐做菜的时候 那油都是非常傻的 对 你们一勺油下去就显得不健康 我改不行吗 今天得给人许 对 这个油温八成热就可以下鱼了 嗯 经常熬这个鲫鱼汤 一定要把它熬成这种浓白的这种汤汁 这里边就有一点学问了 要把这个鱼煎到两面金黄之后加开水熬制 才能出这个白汤 要想把它这个鲫鱼的营养全部熬制出来 其实最好是把鲫鱼在煎黄了之后再把它撤碎 把它的鱼肉融到这个汤里就可以了 好 差不多了 先把它捣散 你把肉捣散再进一步的去给它 先就是出这种焦香味来以后 再用开水来冲 它的热度温度才够 才能更好的激发这蛋白质的释放 汤呢 适一间就浓白了 其实这种做法呀 并不浪费这个鱼 它其实是把鲜美的鱼的味道都保留在汤里了 没错没错 反倒是把鱼发挥到极致了 这时候我们加入汤就行 一定要加开水 魏姐刚才说这道菜是鱼虾淡奶都有 那咱们鱼做上了 下一步是做什么 下一步我们就该准备做鸡蛋羹了 这个鸡蛋其实提前应该洗一下 我们这都已经洗好了的 因为它表面会有一些细菌嘛 在打的过程中容易把细菌带进去 提前所以用盐水泡一下清水洗 现在就可以了 欢迎来到厨房科学会 其实护士姐姐的做法非常值得借鉴 买回来的鸡蛋表面可能会沾染动物粪便 或者看不见的杂菌 甚至有可能会感染沙门氏菌 沙门氏菌是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的一种常见的 食源性质病菌导致沙门氏菌感染的主要来源为 寝触肉制品奶制品和蛋制品 如果不慎食用了携带沙门氏菌的食物 可能会引起腹部静卵腹泻发烧 严重时有可能危及生命 鸡蛋食用前可以用水冲洗表面去掉一部分细菌 但比这更重要的是蒸熟煮透 如果您购买的是不可生食的鸡蛋 一定要烹饪到蛋黄蛋白彻底凝固在食用哦 这个是不是有一点那个职业的特点 有有有 我们对于这种油腻不是很在意 但是对于这种细菌是很在意 我做饭也是 手只要自己觉得污染一点 马上就要洗手 这个鸡蛋羹我们把它打散就可以了 为了口味领好呢可以少加一点盐 因为一会儿还有其他的调味品 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倒油的时候油少放 盐也是挺少放的 你有说我是职业强的 是的 好了 魏姐来 看这鱼汤汤汁浓白啊 好 现在把鱼汤过滤一下 那接下来我就开始把这个鱼汤和这个牛奶进行一下混合 1比1就可以 它这个温度呢融合在50度左右 最主要它的蛋白质呢可以完全地融合 再给它混匀 这个牛奶鱼汤呢和蛋液的比例最好就是1比1.5倍 口感更丝滑呢 它能够增加集体免力嘛 下面就是这泡沫 我们得把它过滤掉 为什么要过滤一下 汤沫如果带着一起蒸的话 会蒸的全是冲锅状的 对 看上去呢不美观 最主要的口感也不好 你看 在过滤的时候 鱼肉里出现一些小结块 这些结块也会影响口感 所以一定要把它一起过滤掉 就是如果你不过滤呢 其实你吃的就是5块钱的蛋糕 如果过滤呢吃的就是50块钱的蛋糕 你看我们这道菜里的鱼蛋和奶蛋都齐了 好像还有点虾 我们先把这个鸡蛋羹蒸上 然后我们就可以准备这个虾滑了 好嘞 这上边还有点泡口 就要拿勺把它撇下去 现在其实又能体验出威姐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人 对 我们这个职业主要是责任心确实比较强 这个我们包上一层保鲜膜 拿牙签给这个扎几个孔 嘴开放入干液蒸8分钟左右 这个就是新鲜的虾仁 把它去了头去掉虾馅洗干净 把虾仁拍一下 这样吃起来这个口感更能筋道一些 把这个虾切成小丁 这不用切的特别碎 吃起来更有虾的鲜味 也是保留那个咀嚼起来的口感 虾切好了之后 我们还准备打一点胡萝卜碎和香菇碎跟虾混在一起 这个我都提前泡好了洗好了 我们把香菇切成这种小丁 也不用剁得特别碎 再来一点点萝卜 我们把它跟虾滑给它充分地混匀就可以了 混匀了 然后我们稍微地加一点调料去腥 放一点点生抽 少来一点点盐 一点点料酒 顺着一个方向把这个虾仁给它搅出筋来 这能看出微解做菜调味也是很简单的 对 什么都是一点点凑在一起刚刚好 好 我们这个虾滑这样就做好了 来 我的时间也到了 看看这个成色怎么样 好嘞 看看我们这蛋羹蒸的 这个蛋羹就算是蒸熟了吗 还没有 还需要把虾滑放上去一起再蒸一次 虾滑我们可以把它摆成一个一个丸子 一会儿我们可以更方便食用 哇 现在感觉这个虾滑和蛋液融为一体 我们再拿保鲜膜把它包起来 我有个疑问 为什么不直接把虾滑放入到蛋液当中 这么一块成熟不好吗 因为是这样的 我们蛋羹蒸熟的时间基本是十分钟以上的时间 虾泥的这个成熟时间就三四分钟就够了 所以说你得分开来烹制 这时候我们再蒸五六分钟就可以了 五六分钟 这五六分钟的时间问问顾大厨 今天你看我们回家吃饭厨房里 除了有鲜花有气球 有没有翻一个小细节 我早都发现了 是吧 往我身后转 当当当当当 这个是我日常拍摄的一些照片 除了当护士以外的我业余时间是一个摄影爱好者 就是一个好护士又得是好厨子又得是好摄影师 那我不会摄影还不成了这个 那你得念啊 威姐您觉得哪张照片对您来说意义最重大 这张照片是我自己 它取名叫专注 就是护士的工作有一些非常细致的操作 是需要我们有特别集中的这种注意力 之后我就开始集体照相机了 有一些生活照 就是我们护士小姐妹工作之余 一起约出去玩 这些照片里 我发现一张跟美食有关的照片 这是我做的这个辣鸭脖 因为我们这工作确实比较辛苦 他们上一天白班呢 然后到快下班的时候饿了 这时候我要来上夜班了 有的时候做点麻辣鸭脖 麻辣鸭头 好香啊 开动 太香了 嗯 好香 好吃 大家一起吃 特别幸福 做饭嘛 就是看吃饭的人都吃光 最太开心了 最太开心了 而且我看到这张 这是您和一个老人的合照 这是我老父亲 对 就是从去年突然生病了 所以目前他的进食 大部分都是流食为主了 现在我就是他的一个私人保健护士 不光是医疗方面 从饮食方面呢 我也想出了一些 适合父亲的这种食谱 先喝口羊汤 慢点哦 腌东西不疼了哈 那今天呢我也想在咱们回家吃饭这儿呢 分享一道经常在家里给我父亲做的菜 好 那咱们到前面来学习学习吧 好的好的 今天带来的是杂粮养胃米糊 这个米类的呢 我已经提前用清水泡30分钟就可以 大澡洗干净 我们先把这个山药处理一下 这种无故杂粮米糊呢做起来非常方便 最主要的是营养丰富 改善胃肠的功能 因为它含有丰富的这种纤维素 今天我们选择了紫薯和这个山药 都可以有这些补气血的功能 而这个红豆呢 它这个铁元素含量非常高 我们再放一颗红枣 把这个枣肉切下来 今天我们主要做的就是这个养胃米糊 其实在家里这个无故杂粮啊 可以任意地搭配 它都是不同的功效 比如说薏米啊黑豆啊黑米啊 都可以打成米糊状 我们其实就是可以换着花样吃米糊 让我们的生活更幸福 对是这样 我们把这些食材都放到破壁机 这个我们加了小米红豆 最后这个是糙米糙米 糙米它的纤维素含量非常高 可以促进胃如冬嘛 这个加冷水就可以了 一般10比1左右就可以了 我这边呢给人打着 我们需要再把它加热一下熬制一会儿 这个糊肉需要一边煮一边搅拌 防止它糊锅 慢慢地熬制 烧开大概5分钟左右 小池辛苦你帮我讲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虾 我们把这个热油烧一下 一下这香味就飞出来了 再来点 最后一步 我们再来点蒸鱼齿油 这个浓稠度就差不多了 来咱们共同举杯 一起祝护士节快乐 干杯 谢谢 也祝我的护士姐妹们节日快乐 其实喝这个米糊 不加糖味得刚刚好 有那紫薯的甜 还有那一颗红枣的甜味 非常软糯 甜甜的 非常香 有一点点的颗粒 吃起来还有点咀嚼感 这平时我们在家里 其实也可以来一点 那咱们进来尝一尝这个蒸蛋吧 它的嘴里就感觉那种鲜 那种美味 那种丝滑 就完全吃进去了 仅食当中还有细嫩 里边的牛奶还有鱼汤 代替了水 肯定是一个关键 还有这个虾味也特别鲜 并且它口感还很坦 这个虾滑 嘴里面唇齿流香 虾滑水蒸蛋 将鲫鱼汤和牛奶混合在鸡蛋液中 再加入虾滑上锅蒸制 蛋白质极其丰富的虾滑水蒸蛋 就做好了 我给大家画重点 鲫鱼汤和牛奶先等比例混合 再加入蛋液中 蛋羹鲜味足口感好 二 蛋羹蒸制八成熟 再放入虾滑 可保证二者同时成熟 你看顾大厨身边这个汤啊 其实就是在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熬的那锅汤 威姐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叫唱戏的腔厨师的汤 大厨这锅汤真的是特别关键 真的不一样 没错没错 今天咱们是特别的一个节日 我这个呢也是精心为小姐妹们来做的一道菜 叫做蟹肉浸食烧花椒 咱们顾士小姐姐们经常加班熬夜 很辛苦 我觉得吃这个菜是非常用心的 这是给大家补一补的一道菜 四步养颜之佳品 这锅汤里面大概都放了什么食材 之前我是用的了猪瘦肉 还有枪骨 还有一些排骨 也放点鸡爪 鸡腿进来 炖煮大概一个多小时 这些鸡腿 你再看这鸡爪 注意融化掉了 这时候我们大伙再煮一会儿 让汤更浓郁一些 接下来我们还是先要处理我们的花椒 花椒在我们看来都很贵 花椒它也是分很多个品类 不同的种类不同的价格 你比如说十斤鱼肉 一两胶的那个大黄金胶 那种都可以当收藏品的 那些个大花椒 其实只有专业主厨 一些专业的水根才能发制起来 那么咱们在家里发制的话 这种是最容易上手的 叫鸡蛋胶 鸡蛋胶是一种 巡游于东南亚一带一种小鱼的鱼胶 由于其个头较小 肉质也没有常见的桶状鱼胶厚 所以价格相对来说较为便宜 属于入门级别的花椒品种 但它也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和其他营养 发制过程简单且用时较短 是特别适合家庭操作 且性价比极高的花椒品种 今天就跟顾大厨一起学做美味大餐吧 接下来呢我们要用些清水呢 给它漂洗一下表面 因为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 它会有一些杂质 把它清洗掉 你看一过水之后几乎就透明了 对 因为它非常薄 今天我吃的时候选择的食材呢 就是为了涨发方便 更适合家庭的食用 没错没错 清洗干净之后 你看或多或少 这水还是有杂质的 然后我们把它直接捞起来 丢在这个壁子里啊 然后呢我再放点浆片 就这么简单把它盖起来 直接蒸就像 对我们开一个中火上去来蒸 大概是八分钟就可以了 那时候咱们开始来出汤 香不香这味道 太香了 太浓香了 好了你看这些肉料 已经开始出现这种破裂破碎的状态了 现在还不够 它里边这些营养素和蛋白质 其实还没有完全地释放出来 这时候我们就要给它一些助力 就是暴力鸭鸭 这时候火力一直是大火啊 除了是要出这些汤的香味之外 除了是要出这些汤的香味之外 在煮的过程中 它是不断地挥发这些水气 水气挥发的越多 你沉淀的胶质和营养元素就越丰富 那你喝的口感香很糯 鲜花嫩 你看经过我们大概有几分钟的这个熬煮 加搅拌 你看骨头骨头是肉是肉 这时候我们把这些汤里逼出来 我们的浓汤出关了 哦 瞧瞧 嘿 然后再把这汤呢召回来 那先把它放这个锅底 开小火给它保着温 花椒也差不多了 来 大家看一下 你看鸡蛋花椒呢 经过这个五到八分钟夜蒸饰之后 你看非常有弹性 同时你发现没有 黏性非常的非常的 胶质非常足 这时候我们快速地把它放到冰水里来 冰镇激发 要放冰水里 对对对 这能打个什么作用 它现在是一个软弱的一个状态 放到冰里去之后呢 快速地给它降温 让它有一个弹的口感 也是进入步地通过这种 脏发浸泡呢 给它去腥 然后咱们这样一直要泡多久 基本上放在冰箱里 泡8小时以上 因为它这个芭蕉它比较薄 吃水非常快 到明天你知道它也长什么样了吗 你看 它就已经完全吃进水了 我说它是一个1比78的一个脏发率 并且还是非常有任性 非常有任性 因为这个鱼镖嘛 它本身还是有一些腥味的 要再给它回蒸一下 让它二次入味 并且还要给它去腥 这里我要放几片姜片 然后帮我来点花雕酒 刚才我们那些鸡汤 咱给它放进来 花椒是特别吸收汁水的 对 我们这些浓汤呢 再融入到这花椒里 可以想象到这花椒的鲜味 又一次饱和在里面了 对一定要让它鲜到底 这时候我们直接再给它 小火微微开锅 大概是四五分钟的时间 这时候我们只需要六微给去腥 就可以了 好 接着来开始调我们灵魂的汤底 这个汤底呢 是我们最关键的部分了 那这时候呢 我就有些的食材的配比 就不太一样了 哇 还有这么多不常见的食材 你看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 中药材 中药材 这是枝子吗 对 可以可以 是 枝子它做菜当中 颜色特别明亮 这个枝子呢 还有一个作用呢 就是帮助明目 挺适合我们这种熬夜的人 对 竟然熬夜 是吧 然后呢这个你知道吗 这个确实不认识了 其实呢 它的玄米叫嵌食 经过超煮之后呢 就可以直接来食用了 也是一个养心养肝的这么一个作用 其实非常适合我们护士小姐姐们来食用 因为她们经常熬夜嘛 对 是这样 来补气养血 真的非常丰富 来 首先我们还是要给调点味儿 调味呢 只给到盐啊 糖果煮开之后 我们开始来勾芡 一定要均匀地搅动了 其实也是防止预热之后 这些芡粉容易结块 稍微的再让它起个泡之后 再聚一下 来 调至浓稠 大家看一下状态啊 这种状态之后 就能够口齿流香 那这时候我们开始来调色 先下南瓜蓉 南瓜蓉它的本身啊 它颜色是金黄的 它有些糖分 加上之后 其实颜色是差不多了 对吧 咱们把这南瓜蓉都放进去 其实南瓜蓉也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没错 来 你看 一直在搅啊 我就问你 细腻不细腻 有没有失业 真是 特别想吃一口 这时候我们稍微再给到一点点这个质的水 继续打匀 打匀之后 我们就开始放入我们这个超会煮过水的浅食 拆好的蟹肉 洗放进来 给它打匀了 打匀之后 来 我们把这个花椒给它避水 哎 郭大厨 那这里还有鸡汤呢 就不要了 其实刚才我说了 我加入这点鸡汤呢 在蒸煮的时候 它会带出很多这个花椒的这种腥味来 那它的作用就已经起到了 那我们就不要咬它了 把这些姜片剪走 这个汤汁尽量的给它按压一下 好 来 一起放到锅里 好嘞 咱再来一些枸杞 补气补血 咬上就是那种焦焦的感觉 还有这种蟹肉的这种味道 脆中有嫩 嫩中带香 它恰到好处 如果它就是太丑了的话 真的是会糊醉 我们要熬一宿夜之后的下一班 能有这么一碗浓浓的这种花椒汤 也太幸福了 蟹肉嵌食烧花椒 将发制好的鸡蛋椒 在高汤中搭配蟹肉嵌食为主 一道暖心暖胃的蟹肉嵌食烧花椒 就做好了 我给大家划重点 熬制好的高汤 需要暴力碾压 可以最大程度激发鲜味 发好的花椒加高汤蒸制 可以去腥增鲜 丰富口感 话说今天是护士节 我们科室里的护士小姐姐 也竟然在坚守岗位 没错 我们节目组也特别准备了打包盒 一会儿带给您 科室里的小姐姐们 一会儿尝一尝 来 有请打包盒 那我现在就回去送给我 正在加班的护士小姐姐们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大家护士节快乐 给大家带好吃的啦 这是回家吃饭的顾大厨 给咱们做的烧花椒 哇 看厨人吃的 这速度就能看出来够好吃的 今天过护士节 我们还有好吃的 太开心了 祝大家护士节快乐 耶 可以说